今天在家里面还要做一道菜 这道菜呢就是小章鱼的一个冷菜 大家随着我的镜头去看一下 我怎么准备我这道菜的 这道菜的原材料 就是这种小章鱼 这是冰冻的来源 然后另外需要一些辅助的材料 这是一个黄瓜 这是一个青椒 然后我们先要把这些东西都洗一下 这道菜的原材料 第一步要把水烧开 然后把这个酱鱼一个一个放下去烫一下 烫的过程中加一点点料酒 加料酒的原因是因为要用这个料酒去一下它的腥味 只要它水一开 只要它水一开 就可以把火关掉 把鱼底捞出来 然后把这个章鱼再放在人鱼里面 把我们先前准备好的黄瓜放到这里面 这个橙色的这种辣椒 把它放到这里面 把大蒜切成小丁 第一个要放点盐 撒一点盐 第二个要加一点这种红醋 最后再加一点这个八角的这个麻油 最后加少许的糖 那最后呢 还要加上这个芝麻 小的芝麻 芝麻 然后用筷子 把这个黄瓜 把这个黄瓜跟 为什么要放到水里 冷水去浸一下呢 因为刚刚是烫过以后 它冷水给它突然间给它冷却下来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肉 就会重新收索 变得更有弹性 那么因为这个本身并不多 只有几个 为了吃起来方便 很方便的话 我们会把它再切一下 会把它一切为二 一个酱 专门来 这个酱专门是为这个 卡古做的 把生姜切成很小的蒜 然后要放一汤勺的沙茶酱 然后再加一点点 酱油 然后再加一点点 再加一点点胡椒粉 好 这个酱就做好了 然后这道菜就可以装和了 这个酱油 是由黄瓜和辣椒组成的 然后四鲜是拌过的 在夏天这道菜吃上去非常清凉可口 希望大家如果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位置 っと 在 Grant 就是 造成下 二 一 三 二